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在外悄悄谈起了恋爱 一天不见对方就浑身难受 为了早点抱得美人归 在妻子继日这天当着孩子们的面 宣布一个星期后自己要结婚的消息 还美名其约是为了找个人进来好伺候大儿媳 这让一旁身为长媳的美兰无言以对 隔天美兰就将弟媳和小姑叫了回来 商量平摊公共婚事的费用 两人一听要自己出钱 就开始卖惨哭穷借口没钱 说完就拿出只何必让两人写下保证书 建大嫂态度如此坚决 两人只得不情愿地妥协 美兰希望公共的婚礼能简单些举办 减少费用 建大家不再反对 公共自热而然地也就同意了 结婚对象得知后伤心大哭 难过地表示虽然穿不了喜欢的婚纱 但也无所谓 自己只想和老头好好过日子 这可把老头感动坏了 当即承诺 以后让她的手滴水不沾 过公主般的生活 可她也不想想 别人是图你岁数大 还是图你不洗澡呢 一家人开始准备简单装修房子 女儿提醒父亲 即使对方进了家门 也千万不要急着上户口 免得日后麻烦 大家纷纷复合 特别是关于房子的事情 一定要全家一起商量了再做决定 蒂西斯下提议要不就去二手市场买家具 被美兰拒绝 这要是被公共知道 指不定又要大闹一场 小姑担心父亲取一条花蛇进来 要是对方进门后 在老头耳边吹下枕边风就麻烦了 邻居大姐偷偷带着美兰 见她未来的新婆婆 看到的却是 新婆婆在其他男人跟前撒娇卖萌 毫不亲热的样子 儿媳回家后委婉提醒公公 要认清对方的为人 乐家王考虑好了再举行婚礼也不迟 可被猪有猛了心的公公根本不听劝 眼看自己的话公公听不进去 美兰指的让老公出面相劝 公公自然是不相信 对方是行为不检点的人 还反过来指责大家 这是在无视自己 正当气头之时 小姑慌忙冲进来 表示自己无意间在好友的口中得知 父亲要结婚的对象 是连房租和电租都交不起的人 如今押金被扣光后 正在四处借钱 老头震惊 始终不相信自己会被骗 第二天一大早三人就来到茶馆 没想到里面满满一屋子人 竟都是被骗的受害者 骗钱跑路的女人不仅名字是假 还伪造身份骗大家自己是未婚女 获得老头们的好感 如今静谋得逞后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公公不愿相信 要知道他可是借了一千万给对方 情绪激动之下晕倒了过去 儿女们生气平时给父亲的零花钱 是全打了水漂 责怪父亲是老糊涂 一个都结婚好几次的人了 还把别人当初婚对待 弟兄别的不担心 只担心被骗的前公公 要大家来填窟窿就麻烦了 早过一听话风抖转 自己和二哥又不住在这个家 一起住了人该负责才对 果然兄弟姐妹兼一到了提前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到了长子长席身上 好脾气的大哥都忍不住发火斥责大家 此时女儿男友的奶奶给达秀打来电话 因为达秀夫妻俩反对孩子们交往 金奶奶希望大家能把误会解开 让孩子们免受感情的困扰 可达秀却警告金奶奶以后再也不要打电话来 金奶奶很时生气就算自己孙子再失误 对方也不能这样接电话 富二代悄悄在公司和女职员谈恋爱 却不知道眼前被他辞退的男人竟是女友的父亲 面对找上门要个说法的夫妻俩 富二代态度冷漠 直言能被公司辞退的人都已经是没有价值的人 而且公司已经做了相应的补偿 有时间来这里闹还不如想一想以后的生活 更是命令保安拖拽着将夫妻俩无情地轰了出去 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受此屈辱 美兰忍不住难过大哭 没了工作的达秀四处求职碰壁 无奈只得辛苦干起了搬运 可怎么都没料到女儿恩智交往的对象 就是那个把她赶出公司 还出言侮辱的人 达秀十分生气要恩智马上跟富二代分手 富二代窒息没想到那会是恩智的父母 父亲离世后他接手合并公司 为了公司的发展他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现在很是后悔当初自己的态度不友好 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 恩智理解男友 可任凭他再怎么解释 父母说什么都不同意两人交往下去 这些下跪道歉都无法得到谅解 只能请求奶奶出面沟通化解 可奶奶的电话打过来后 达秀却警告金奶奶以后再也不要打电话来了 金奶奶有些生气 即使孙子是有不对的地方 但也不能这样接电话 等待金奶奶的电话再次打来时 一旁达秀父亲直接夺过手机 话语更是过分 不管怎样金奶奶都要去问清楚 孙子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智希知道后赶来阻止 为了不让恩智难堪 智希让奶奶还是先回去 结果第二天恩智爷爷再见过富二代后 却对他的印象很好 体谅年轻人管理公司的不义 回家就指责儿子儿媳胜败奶兵家常事 为了所谓的自追心而去耽误孩子的幸福 不是做父母该有的样子 得到爷爷支持的恩智信心满满 金奶奶决定和恩智爷爷见面商议 事情也许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可当两人见面时 大家才发现对方近视就相识 当年在金奶奶父母的反对下 原本相爱的两人被迫分开 回家后的老头拿出珍藏的照片 想起和玉芬曾经的过往久久不能入睡 而玉芬对孙子隐瞒了两人过往的情感 只表示是同乡 这让智希大喜 想着既然是熟人 那事情肯定会顺利解决 可没要到第二天一大早 原本支持孙女和智希恋爱的老头 突然反水认为两人交往不像话 还是趁早整理好感情做个了断 爷爷的话让恩智不解 玉芬也想弄个明白 却被老头表白要再去前缘 昨天离开时碰到玉芬手的时候 她就想起以前的事 如今年是已高步想为了谁去牺牲 可玉芬清醒地表示不想挡住孩子们的幸福 推开老头的手离开 毫不知情地智希希望奶奶再去见见恩智的爷爷 因为他见过了 可爷爷还是反对他和恩智交往 这让奶奶很是为难 却又只能硬着头皮搭印 恩智也有作战方法 他请叔叔和姨妈帮忙劝劝爷爷 面对子女们的疑惑 老头开口一切都是为了大儿子 夸赞生父长子重担的他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 自己都不理解他 那还有谁去支持他 这可把大儿子感动坏了 原来自己的付出父亲都记在心里 这也把一家人彻底惊呆 玉芬决定今天一定要劝说对方 为了老人的剧情 挡了年轻人的路不像话 可老头实在是太坚持 不断提起两人在一起的过往来攻破玉芬的心房 更是拿出曾经的合照来怀恋过去 就这样两人聊着过往 像是回到了从前快乐的时光 回家后玉芬就开始自责 面对智希的询问也只能表示对方太坚持开不了口 而这边看着从小听话懂事的女儿 如今因为感情问题醉酒伤心难过 美兰内心不好受 智希作为女儿男友的表现她都看在眼里 也定不能看着恩质受苦 于是和老公商量不再反对了 玉芬会就不敢面对孙子 听到智希到家后的声音慌忙躲进房间 借口在卫生间避开见面 而奶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起 这让智希无意间发现了 奶奶和女友爷爷的秘密 明知双方晚辈在恋爱也毫无顾忌 家人无法理解老头前不久才刚被骗婚一千万 这还没两天又改变想法 不惜让孙女分手也要自己高兴 恩质很累 伤心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看着女儿痛苦 美兰决定让老公好好劝劝公公 尽管家里气氛凝重 可老头依旧该吃吃该呵呵 并不在乎家人怎么看自己 儿子多次试着要谈谈 老头都以自己无话可说为由拒绝 可不想挡住孙子幸福的玉芬只能冷落老头 于是老头借口要寄东西 向玉芬家的保姆要来了地址 并找来了家 下决心会一直等到玉芬出来为止 就这样老头从早等到了晚 固执的老头让玉芬左右为难 担心她身体的同时又怕孙子回家看见 只得出面劝老头赶紧回家 自己立场已经很明确 也不会做阻碍孙子幸福的奶奶 可还没等两人说几句 下半的智希回家 可是惊讶老头会出现在这 一旁美兰催促老头快离开 可老头执意要和智希谈谈 她开门见山 希望智希能理解她 要知道玉芬和她是一样的想法 更是拜托智希能退出 智希心事重重回家 她当然也希望奶奶能幸福 但是要放弃对恩智的感情她做不到 面对奶奶的询问她没多说 恩智跟老头提出 短时间她会搬到朋友家住一段时间 她理解不了爷爷的做法 无法在面对面一起生活 达秀知道父亲不容易 不过还是希望她能改变主意 为晚辈多考虑 可老头不管儿子他们怎么认为 都会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追求幸福 身为长袭的美兰不仁女儿受苦难过 本想好言相劝 公公能多为晚辈着想 可是老头油言不尽让她无需多说 美兰列出女儿从小到大的懂事和可怜 一出生因为是女孩就被嫌弃 可她依然乖巧整大 当初生病的婆婆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时 她的儿女没有一人前来 全是自己和女儿恩智在一旁照顾 就连婆婆的近日儿子儿女都说忙 也只有恩智帮忙准备 如今女儿好不容易找到幸福 希望公公就看在恩智可怜的份上改变想法 可固执的老头依然不为所动 美兰直言如果公公不同意的话 自己就搬出去 她不是在威胁 只是在拜托公公能好好考虑 仗心的美兰再也受不了了 自己的女儿就应该被这些那样的男人爱着 而不是像吴家这些男人把妻子当保姆对待 恩智决定重新考虑和智希的感情 短时间不想跟智希见面 想一个人好好静静 得知女儿的想法 美兰本想劝她 可恩智认为家里已经气氛紧张 压得她快喘不过气 不愿继续看到大家在为了自己的事情为难 为了孩子的幸福 美兰约玉芬奶奶见面 心疼真心相爱的两人 却因为这样的原因短时间不再见面 这让玉芬愧疚不安 电话过去问老头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样之满意 老头气冲冲地质问儿媳 为什么要去见玉芬 她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一切都会随自己的心意 如果儿媳还想住在她家 就必须听她的话 儿媳向公公宣战后离家出走 美兰一离开 家里就乱翻了天 一向被伺候惯了的公公想喝水无人服饰 连平时穿的衣服老公都不知道放在哪里 可见这些年身为长席的美兰在家是多么的辛苦 她悄悄给女儿发消息让她别为自己担心 可女儿恩智看着家里如今因为自己闹成这样 也定和这些分手 对家人感到抱歉的她不想再让母亲伤心为难 现在比起这些 在她心里母亲更为重要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年轻人 被迫分开各自痛苦 而只为自己幸福的固执老头毫不妥协 在她看来大儿媳走了还有儿媳 无可奈何的窒息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累到流鼻血也依然坚持 回家途中看着一旁车内两人甜蜜的模样 不自觉脑海中就浮现和恩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恩智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手中的茶杯碎裂令她还是不安 而等不到孙子回家的奶奶 电话过去差点下雨 慌张赶往医院 生怕自己唯一的孙子会有何不测 好在一切只是虚惊异常 看着智希那么累 奶奶约老头见面 智希是她唯一的血脉 自己也早已经把恩智当孙儿媳看待 若真是喜欢她的话 就拜托老头听她的话 别再固执让大家都难受 自此老头改变主意 妥协让儿子把儿媳叫回来 回家的美兰向公公表达了感谢 一家人的生活恢复以往 而经过此事 相爱的两人爱彼此的心更加坚定 智希制造了浪漫的情景 同恩智求婚成功 恩智告诉大家要和智希准备结婚了 老头知道以后想着和郁芬 是真的不能再见了 想烧了两人的合照 可最后还是犹豫不舍 隔天智希前来家里正式拜访 准备了很多礼物 看着如此高级的按摩椅 老头赶紧让人搬进自己房间 大家看智希是越看越喜欢 老头也让她以后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孙女 一开始 智希特定来和爷爷告别 并拿出了一大笔的零用钱交给老头 看着手里厚厚钞票 老头不禁再次感叹 郁芬真是养了个好孙子 坐在按摩椅上 老头又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谦让 不能和郁芬在一起 开心狠碰该怎么办 穷人家嫁女儿不想被看清 明明对方是富豪人家 却还是希望婚礼能一切减半 奶奶给了美兰一信封钱 让她不要有负担 这都是为了能用在婚礼上 而准备的结婚费用 可美兰想负担一半 希望奶奶就做到他们能承担的程度 简单一点 奶奶想着就觉得很闷 唯一的孙子结婚 当然是什么都想准备最好的 而芝芊也希望奶奶能一件女友一家的立场 可芝芊是奶奶唯一的孙子 她一定要随自己的新一半婚礼 她带恩智去珠宝店挑选定制的珠宝首饰 希望恩智接受 恩智为难 这天芋芋不小心被一打电话的人撞到 那人还怪芋芋走路不长眼睛 老头很气愤 出面充当芋芋的老公 并要那人对芋芋道歉 这让芋芋一阵温暖 面对老头时心还是会跳动 她真想就这样跟她一起甜蜜的过日子 恩智认为奶奶给的那些手势太过华丽 她有负担 奶奶生气 认为恩智如此是无视她的诚意 初言推迟相见礼的时间 芋芋来相劝也没用 奶奶更是生气还没结婚 孙子就这么快帮着娘家人说话 无奈芋芋只得安慰恩智相信她 跟着她走就行 美兰想知道推迟相见礼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真是聘礼的问题 舅奶奶做的就有点太过分了 生气现在就算是要相见礼 她也不会去了 两家人为婚礼一世闹得不愉快 芋芋念叨着她自己一个人在家会有多无望 芋芋却这样对她 老头特地来探望 知道她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才推迟相见礼就放下心来 看着老头对自己如此的上心 芋芋后悔当初不该为了年轻人的幸福让步 老头也表示当初就不该签认了 可是以至此自己还是会尽快整理好感情 芋芋明白奶奶的心意 知道奶奶是为了孙媳妇才准备那些聘礼 她表示一定会劝说恩芝妈接受 相见礼的当天 看着打扮一番的老头 芋芳感慨真实帅 她已经准备好结婚的场所和婚礼的聘礼 是作为奶奶给恩芝的心意 可恩芝父亲觉得自尊心受损 又提起了钱信封的事 希望相同的事情不要再重复了 因为屁里的问题 两家再次闹得不欢而散 美兰受不了奶奶就这样走了 难道他们家就那么的无礼 可是如今闹成这样也不是她想看到的 而奶奶越看芝芝和恩芝不合适 觉得她和老头的谦让根本没有意义 重新考虑结婚的问题她不是说说 并准备给芝芝安排条件相当的相亲对象 美兰和好友抱怨 好友也觉得事情奇怪 这像是突然来找茬 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许是和公公有关 美兰并没往这方面多想 以为就是自己家的固执 让老太太不高兴 听说对方要重新考虑结婚 让小叔小姑们都很无语 如今上打能找这么好的女婿 却美兰还是接受对方的聘礼 赶紧再去好好道歉 而玉芬特地打扮得漂亮和老头见面 这段时间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珍惜 她不想再改变主意了 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她也想着在有爱有男人的保护下来过完余生 两个老人完全不再顾忌晚辈来约会 像是找回了曾经初恋的感觉 十分甜蜜 玉芬约老头一起回她家喝茶 而美兰等在别墅前 直到奶奶消气为止 会一直来找她道歉 就这样回家的两人 正好被等在家门口的美兰撞见 她实在想不出 公公和亲家有何见面的理由 玉芬不再隐藏自己的感受 既然恩智和智息不合适 她却不会退让了 面对美兰的质疑 玉芬并不承认是自己的感情 影响了孩子们的婚事 公公同样的理直气壮 甩锅表示是美兰的原因 要不是她如此固执 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反正两人不能结婚了 自己和玉芬在一起又怎样 更是生气他们只为自己的子女考虑 每一个帮自己的人生气从家里离开 而芝西怎么都不相信是奶奶阻拦了她和恩智结婚 可在跟奶奶确认过后很难接受 没有恩智她受不了 一晚上大家相继无眠 隔天美兰再确定了两个孩子的心意后 按下决心 两人逗到了可以自由选择婚姻的年龄 自己会按原计划语帮他们准备婚礼 还没约会几天 老头就发觉对方好像多了很多的皱纹 似乎看起来比她年龄还大 内心不免泛起了嘀咕 玉芬要去洗手间 大男子主义的老头还不愿帮忙拿包 被玉芬强塞了过去 觉得丢人的老头满是不自在 离开时还不忘多看 击眼年轻漂亮的女人 免不了被玉芬一顿责骂 沉浸在幸福中的玉芬 死活不同意孙子和恩智的婚事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智希不需要她的同意 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会和恩智结婚 玉芬生气孙子如今顶撞自己的原因 都是遇到了不好的娘嫁导致 威胁智希如若一定要结婚 那以后大家就不必见面 智希虽然难过 可就算是这样 要和恩智结婚的想法依然不会改变 伤心的玉芬和老头抱怨 当儿子养的孙子 为了别的女人会这样对自己 老头安慰半天开始不耐烦 面对玉芬的抱怨直接敷衍了事 开始诉苦自己离家后 在小儿子家过得很糟糕 吐槽小儿媳事事 都不如大儿媳细心周到 让自己吃不好睡不好 等老头回到家 儿子让女儿来接她过去照顾 看着孩子们为了照顾自己一事 推脱争吵不休 此时她心里全是大儿媳 这些年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画面 真心的明白了大儿媳的好后 老头生气的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家 玉芬告诉智希明天老头会来家里住 反正家里有的是房间 智希知道这样下去大家都会受伤 希望一起见面商议 在爷爷奶奶面前 智希述说恩智的好 那时候公司差点被合并 使恩智在她身边鼓励支持 一起渡过难关 为了恩智她可以放弃一切 希望奶奶能祝福他们 而老头让两人先离开 她决定祝福年轻人 就在这里和玉芬结束 一直以来她没有为孙女做过什么 看着孩子哭她也难受 如果她和玉芬真的在一起过 她也会让玉芬失望的 就这样老头和玉芬真的结束了 她告诉担心的儿媳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放心让孩子们结婚吧 智希带着恩智前来家里探望奶奶 奶奶没有自信像以前一样对恩智 因为看见恩智就会想起老头 但是大家都一起努力 相信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前女友回国 以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司 这令男人震惊不已 而一旁的现女友 智恩并不智然人的过往 几经相处下来和花英成为朋友 俩人一起逛街 花英不自觉就来到层和之携手牵手 有着甜蜜幸福回忆的大街 不仅感叹如今物是人非 然而恩智并不知花英口中的前男友 就是智希 隔天把自己和智希的约会地点 也定在了这里 正当智希以活恩智为何会来这里时 正好碰见独自一人的花英 智希很是尴尬 花英也明显地不自在 而不明真相的恩智还要花英一起去喝茶 趁恩智接电话的间隙 智希拜托花英不要私下见恩智 花英表示如今大家只是简单的工作关系 并不会提起以前在一起的事 让她不必太敏感 恩智奇怪智希怎么对花英那么严肃 提醒她毕竟对公司来说 对方都是重要的客人 应当温柔对待才是 而花英嘴上虽然说着无所谓 但放不下的她 还是会依依不舍地偷看两人离开 因为公司事务繁忙 恩智担心智希的身体主动将两人的婚事延期 而智希每次见到未来岳母就很是温暖 像是看到妈妈一样 真诚希望美兰不要把她当女婿 而是当成儿子看待 细心的她不仅带美兰买衣服 而且不管多忙 都会抽出时间陪美兰一起逛菜场 还不忘提醒美兰 以后跟她约会时要穿她买的那件衣服 美兰是越看智希越喜欢 还是欣慰女儿能找到如此优秀的男人 这天奶奶无意间看到花英 想要弄个究竟却没追上 一度怀疑是自己看错了人 不放心的奶奶很是苦恼 想着智希现在很幸福 要是花英真的回来那该怎么办 为此奶奶还特地打电话去问认识的人 得知花英在美国 奶奶长输一口气 花英的出现让智希内心也不平静 本想跟奶奶说花英的事 最后还是犹豫了 一起工作两人就不可避免地经常碰面 花英主动问起奶奶的身体状况 智希不明白她有何用意 花英提起之前奶奶对自己的好 所以总是不自觉就会想起 也许智希是对她当年的不告而必无法释怀 不自觉言语间疏远冷漠 见到奶奶对恩智很是疼爱 花英想起曾经奶奶也是那么的疼爱自己 不由的内心无比失落 白天花英借口去物流中心 故意把智希带去俩人曾约会的地方 智希被她的举动激怒 忍不住质问当年为什么会把她抛下离开 如今却又为何再次出现 没办法说出实情的花英只能道歉 尽管对智希的感情没变 可明白早已回不去的她还是真心地祝福俩人 以后的自己只会是她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智希内心复杂 两人回到公司遇到恩智 电梯内两人明显地不自然 不知情的恩智打破尴尬 提议三人一起吃饭 恩智有胃疼的毛病吃不了辣 而花英和智希口味相同 对偏辣的食物很是喜欢 清晰的恩智主动去给花英拿水 而智希把自己喂喝的糖推了过去 明显经过白天的事情 智希不再像之前那样太的冷漠 花英一直住在酒店不方便 准备找个公寓的她 让智希陪着一起去看房子 智希拒绝直言安排秘书去就行 智希再次拒绝 可花英一直拜托 智希只好答应会看着办 奶奶心疼孙子最近忙于工作辛苦 叮嘱智希再忙也要照顾好恩智 有时候再小的事情 与人都会很容易感动 这番话让智希不由想起以前 和花英还有奶奶三人在一起温馨的场面 花英嘴上虽然说着祝福两人的话 可心里始终是无法放下释怀 同事们议论企业界公司 原本是要给日方公司投资的 后来是在花英的阻拦下 公司才会得到这个机会 嘴快的同时当着恩智的面夸赞花英 这让恩智表情僵硬 智希也特地为了花英见面 为公司的事情表达感谢 花英趁机提要求 让智希明天陪自己去看房子 智希不好再拒绝 可就在俩人以前以后准备离开时 智希被叫住 奶奶和恩智正好在酒店吃完饭 最近太忙三人都没好好拒绝 奶奶提议去坐坐喝杯茶 智希早已慌乱不已 本想以工作为由拒绝 拗不过奶奶只能跟随 而此时花英从后面出现 看到这样的情形赶紧躲了起来 虽然时隔多年回国 可花英并不想被奶奶知道 三人一起喝茶 智希明显一直心不在焉 花英偷偷看着三人一起喝茶的场面 很是失落 很显然前女友的出现 让智希的内心不平静 恩之不明所以 心疼智希因为工作太过劳累 人跟人看上去很是疲惫 女人过马路时 突然未疼手机掉落在地 不要等她蹲下身准备捡手机时 却被过往的车撞飞在地 男友智希正好开车路过看见 焦急的她赶紧叫了救护车 将恩智送往医院 祈求能平安无事 而像是有感应般 等着女儿回家吃饭的美兰 做饭时不小心切到了手 接到智希电话的美兰魂都快没了 赶紧打来医院 医生告知大家 恩智脑机能停止 如今进入到无意识状态 已经没法接受治疗 如果等六个小时后再检查 还是这样的情况 就只能判定死亡了 而且最多两周内 心脏也会突见衰竭 直到停止跳动 美兰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晕了过去 醒来后只希望是梦异常 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做不到 整个人快要发疯 好友劝她必须要接受 而且还要振作起来照顾恩智 为了女儿美兰努力 让自己保持清醒 她明白自己不能倒下 女儿需要她 看着大家都来医院守着 美兰反而劝为大家回去休息 她让智希还是告诉奶奶恩智发生的事 奶奶知道后很是难过 她才见恩智多久 担心智希该怎么办 恩智家人又该如何是好 智希很是自责 要是她去接恩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奶奶希望能换个医院 重新对恩智做检查 可惜现在什么治疗都不能做 美兰离见奶奶的心 但都来不及了 奶奶只能交代智希要好好守护恩智 智希内心何尝不难受 只能看着女友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自己却无能为力 美兰一直在病床前跟恩智说着话 也希望能出现奇迹 在家里的老头很自责 如果当初她不是为了自己 一开始就同意恩智和智希结婚 也不要让他们推迟婚礼该有多好 得知恩智脑死亡的消息 花音心情很是复杂 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一人愿意看到 痛苦预生的美兰决定按照恩智的意愿捐献器官 希望智希能接受 达秀还不能相信女儿就这样没了 可如果再不这样做的话 恩智的其他器官机能都会停止 美兰知道达秀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但希望在最后还是尊重恩智的愿望 把那些好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 也算是对女儿生命的延续 可男人还是坚持在医院和恩智举行了婚礼 回忆起两人在一起幸福的点点滴滴 智希痛不欲生 美兰知道智希对恩智的心意 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下去 她希望智希能回到她自己的生活 让恩智远远地看着她的心就好 就算实在痛苦也要学会放下 智希跟爷爷表示 虽然恩智不在了 但她还是想当这个家的女婿 恩智是她的全部 她的家人也是自己的家人 为了智希以后的人生爷爷拒绝 大家劝她要理性考虑 随着时间流逝 有些事情也就不会再那么伤痛 可智希态度坚定 美兰担心和智希走得太近 她就无法走出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必须冷漠对待才是对她的人生负责 智希想念恩智 一个人来到以往两人经常约会的餐厅 正好被花音碰见 知道智希心里难过 花音很能理解 而智希表示花音根本不懂 希望他们以后出了工作的事情 私下不要这样聊天 智希半夜喝酒 奶奶看了很是心疼 不久后 A界集团给智希公司投资仪式正式开始 仪式上原本说不出席的奶奶 突然前来 见到花音的那一刻 奶奶愣住了 事后奶奶单独约花音谈话 指责她直到死 都不应该再出现在智希的面前 花音应系地表示 她如今是智希公司最大的投资者 只有她才能帮智希公司 当年花音无故抛下她离开的事情 智希一直无法释怀 而花音的出现也让奶奶不安 提醒智希以后 公司得到利益就回报给花音 看着智希和恩智的合影 奶奶想着就算如今花音强大起来 也绝不能再让她和智希有任何的关系 不久花音要离开韩国去香港 因为有个比她性命更重要的人病了 离开前花音告诉智希七年前 她是因为受到奶奶的羞辱才一声不吭地离开 智希质问奶奶七年前为什么要赶走花音 可奶奶这样做都是为了智希 智希就是自己的全部 即使离别有痛苦但也是短暂的 很快就能结束 而花音是智希父亲外面女人的女儿 两人在一起是万万不可的 可就算是这样 智希也接受不了当年奶奶把花音赶走的事实 回到香港的花音心疼地看着生病的儿子 这么多年来她瞒着大家 悄悄生下了智希的孩子 过得实属不易 而小小的捷克 在家上网查到母亲和智希合作的报道 于是将照片给打印出来 并跟相册里智希的照片做对比 她确定智希是自己的父亲 想念父亲的她 和花音提出要求要见智希 小男孩第一次看见面前的男人 就开心地喊着爸爸 一旁的前女友慌乱不已 赶紧借口是孩子认错了人离开 而智希越想越觉得奇怪 于是约花音见面 她猜到捷克可能就是自己的儿子 想着孩子一直对于父亲的期待 花音并没有否认 从花音口中确定后 智希一时间还是很难相信 她不由地质问花音 为何要让自己成为无情的父亲 花音无奈解释 当初自己被迫离开后 才知道肚子里有了孩子的存在 可即使是现在都知道 一切也都不会发生变化 让智希结果好她自己的人生就好 只是拜托智希能满足孩子 让孩子喊她爸爸 虽然很想去自责奶奶 当年将花音赶走一室 可犹豫过后智希还是忍了下来 几天后公司的新品发布会上 奶奶参加了新产品发布并发表了讲话 杰克前来见到父母一起在台上接受采访 很是开心 而此时在台下的奶奶 似乎对突然出现的孩子很感兴趣 因为之前有过一面之缘 奶奶便主动过去打招呼 对有礼貌的杰克很是喜欢 这一幕让在台上的花音很是不安 好在奶奶因为事务忙 很快便离开 而孩子终于能和爸爸在一起 很是开心 智希好奇孩子怎么第一眼就知道自己是谁 这让智希很是愧疚 回家后奶奶想着白天在公司见到的孩子 是那么的乖巧懂事 很期盼智希能快点给她生个曾孙子 更是希望智希能敞开心扉 不再把情感过多的放在已经迷世的恩智身上 孩子的出现 让智希和花音之间的关系回暖 两人像朋友般很是融洽 而在奶奶面前智希也没有透露出孩子的半点消息 这天杰克又缠着以奶奶偷偷带她来公司 奶奶见到孩子高兴 便想带着她在公司四处转转 正好和下电梯的二人撞上 傑克见到智希自然而然地喊了爸爸 奶奶不可思议 当场愣住 花音解释杰克是自己的儿子 也是智希的儿子 奶奶说话难听 认为花音是那孩子要挟智希 心里不知道又是在密谋什么 被激怒的花音威胁奶奶 自己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她 就这点公司买下都不算个事 如今回来是不想孩子跟自己一样 从小没有爸爸的陪伴 并不是想智希作为自己的老公 只是希望她成为孩子的爸爸 可再怎么解释 花音的说辞在奶奶心里依旧是别有用心 花音嘲讽奶奶一如既往的虚伪 奶奶大怒直接泼了花音一眼的水 这让智希看在眼里 追出来的智希感觉对不起花音 抱住她不断道歉 而奶奶认为花音是想拿孩子来要求智希 立马要求智希让花音回去 那自己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奶奶的独断让智希一口拒绝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她会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 为此智希第一次和奶奶红了脸 而三人就像真正的一家三口白 温馨又快乐 智希毫不远时对孩子的爱 让花音并不后悔将孩子带回国 办公室外的秘书把这一切拍下发给了奶奶 看着两人的合影 奶奶不禁感叹 杰克跟小时候的智希是一模一样 只可惜孩子的母亲是花音 而小小的杰克意识到奶奶对自己的不喜欢 便独自一个人头跑到公司找奶奶 他想知道奶奶为什么讨厌自己 奶奶解释自己很喜欢杰克 还要带他去家里看看爸爸智希生活的地方 智希找来看见孩子和奶奶在一起很紧张 他不由地质问奶奶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 奶奶并不讨厌孩子 可他接受不了孩子的妈妈是花音 他让智希理解自己把孩子带回家 却再次被智希拒绝 奶奶的固执让智希无奈 可不管是谁都不能伤害孩子 奶奶要把孩子接回家一事 让花音感到害怕不安 智希知道奶奶这么做都是因为自己 安慰花音不要太担心 自己会看着办 可在对待花音仪式上奶奶太多坚决 认为他出现后智希就变了 从不会跟自己顶嘴的善良孩子 如今多次和自己翻脸 肯定就是花音在背后挑唆 智希不明白奶奶到底在害怕什么 对奶奶要将孩子从花音身边抢回来一事 更是不敢苟同 他来花音说得对 奶奶就是个残忍的人 俩人的关系因为花音变得紧张 说什么奶奶都决定要把孩子抢回来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智希和花音越走越近 为了将孩子抢过来 奶奶对智希提出要将孩子的名字 登记在家族关系部里 却遭到智希的强烈反对 没有孩子了 那花音要怎么办 他肯求奶奶不要再折磨孩子和花音 可惜奶奶依然听不进去 固执的他并不会善罢担休 对这奶奶正在替孩子安排学校和医院 花音找了过来 质问他为何一而再的要来惹自己 当年将自己无情赶走后就应该感到抱歉才是 可奶奶并不觉得有错 她只想要回这个家的血脉 华音告诉奶奶想要得到孩子的爱 就必须先学会接受认可自己 否则直到死 也休想从自己身边把孩子抢走 虽然嘴上说着最狠的话 可花音心里其实不安的要命 当年母亲离世后 她一直怨恨奶奶 孩子的出生对智希的想念让她整天郁郁寡欢 同而患上严重抑郁症 她害怕奶奶会以自己是精神病患者 从而将孩子夺走 智希心疼花音的同时 对奶奶在背后调查一时更是愤怒无比 面对智希的指责 奶奶依然开口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只要将孩子接会让花音离开 智希的人生才不会受影响 却不知道自己一昧的阻拦反而让事情适得其反 俩人的关系因此也越来越近 而不被理解的奶奶也因此病倒了 考虑再三后 花音还是带着孩子来看望生病的奶奶 因为孩子在 奶奶没有对花音发火 而花音告诉智希自己这样做 并不代表她的怨恨就消失了 她能感受到已经一世的恩质 在智希心里的位置依然没变 智希恳求花音在奶奶身体痊愈前将孩子留在身边 可花音认为奶奶就是以生病为借口来拴住孩子 花音后悔不该在韩国待这么长的时间 智希如今对自己并非爱 大家需要的也只是孩子而已 在智希的一再劝说下 花音妥协 尽管不情愿 她还是带着姨妈和孩子搬了进来 果不其然奶奶依旧没有好脸色给花音 直接当她是空气摟着孩子就进了房间 什么女人 您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花音还是忍了下来 奶奶一而在的无事 让花音恼怒 她提醒奶奶不要忘了一开始 是因为奶奶生病才把孩子送来 如果奶奶再拒绝自己的好意 那就别怪自己做得过分 受不了的花音和智希抱怨 奶奶只是把她当客人对待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同样苦恼的智希只能安慰花音 让她继续坚持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惜花音的坚持对奶奶来说毫无用处 为了把孩子留在身边 奶奶主动找到姨妈 为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道歉 希望姨妈劝说花音把孩子还给智希 可姨妈怎会同意 大家之所以会那么不舒服的还住在这里 就是让奶奶可以在孩子的陪伴下养好身体 奶奶的这种行为彻底点燃了花音 花音执意要带着孩子离开 而奶奶因为情绪激动 拎倒在地 男人带着孩子和前女友一起逛街 便意外遇见了丈母娘和小姨子 一时间气氛变得尴尬无比 而美兰在女儿离世后 虽然一直希望智希能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 可如今真的看到这一幕 内心还是有些许的失落 她难过智希都没有把自己当母亲 告诉孩子的事 智希无比愧疚 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对美兰提及此事 只能不断道歉说着对不起 而花音也害怕美兰会讨厌自己 知道奶奶的阻拦 美兰却为两人不要放弃 要相信真心会坏来真心 而自从上次奶奶晕倒后 花音一直在旁边照顾 醒来后的奶奶整个人柔和了许多 不再对花音冷漠无事 受得花开渐月明 奶奶些许的改变都让花音激动无比 因为工作 花音要回香港一段时间 孩子也得带走 可看着奶奶开心的样子 花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趁着花音带孩子离开的功夫 智希便将此事说了出来 奶奶不同意 担心花音带着孩子离开了就不会回来 在智希的再三承诺下奶奶虽然很不愿 但也只能勉强同意下来 为了让奶奶安心 智希希望花音能三天左右就回来 可因为是公事并不是一个人的日程 但花音还是答应下来 会努力做到 虽然很不舍 奶奶还是平静地送他们离开 美兰来看望生病的奶奶 说起智希差点成为自己的女婿 自己作为妈妈 她拜托奶奶能接受花音 俩人很般配 而且孩子也乖巧可爱 却奶奶要宽容些 站在美兰的立场 能说出这样的话 让奶奶觉得是自己不懂事 无理取闹了 奶奶的内心似乎也开始松动 孩子不在家 家里变得异常安静 智希却说奶奶为了孩子就宽容地接受花音 而奶奶无意间听见智希和花音聊电话 听着智希愉悦的笑声 怀疑自己为了智希好的方式是不是错了 接到孩子的来店奶奶只感觉时间过得太慢 可没想到隔天奶奶就联系不上花音了 而智希也同样联系不上 交集万分的奶奶担心花音是不是和孩子不再回来了 对孩子的思念才让奶奶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偏见 孩子能平安回来 奶奶悬着的心终是放下 对花音的态度也改变许多 她让花音和以前一样喊自己奶奶就好 联系不上花音的那几天 奶奶其实想了很多 她知道花音怨恨自己 可还是希望花音能原谅自己之前对她造成的伤害 并邀请花音以后大家就像家人一样 在这个家一起幸福地生活 花音感动落泪 而智希也在得到丈母娘的理解和支持后 彻底对花音敞开心扉 一直没忘记花音生日的智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让花音无比的感动幸福 一切的坚持也终于有了好结果 有了小曾孙的陪伴 奶奶每天都开心无比 她主动提出准备给智希和花音办婚礼 让花音把自己当亲奶奶对待 比达那些也全不用花音操心 自己都会来准备 俩人好心情藏不住 脸上全是满满的幸福 花音明白要是没有孩子 智希和奶奶可能永远不会接受自己 所以以后会努力好好守护住这个幸福 而智希拿着Lange的发卡告别 以后会和花音孩子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发现了在边上的花音 智希紧紧地抱住了她 两人深情拥吻 随后智希准备了浪漫的场景跟花音求婚 花音感动答应 逗逗转转 俩人的感情再次回到原点 女婿能找到幸福 美兰打心里替她高兴 自从女儿车祸离世后 美兰虽然人钱坚强 背地里却常常独自流泪 小姑怀孕后闹离婚 带着孩子住回了娘家 加上儿媳已有孕在身 一尬家子的人全靠美兰来照顾 本来凡心事就不断 可她怎么都没料到 婆婆才离开一年多 公公竟突然带着素未谋面的新婆婆搬了进来 要知道就在三个月前 公公同样是闹着要结婚 结果被骗一千万一世 大家还记忆犹新 小叔他们担心房子户口的问题 既然父亲如今把人都带了回来 只能先接受 但是结婚房子要落户已是万万不可 可美兰接受不了 这个比自己年龄还要小的新婆婆 听说两人认识才不到五天 美兰很难理解 新来的婆婆吃饭靠张嘴 喝水靠伸手 房间乱成一国粥也不收拾 还要美兰来伺候整理 从不违抗公公命令的她 直言无法接受公公的再婚 可惜美兰的反对没有任何的效果 既然再婚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加的辛苦 那以后公公的一切就都由金石来负责 虽说金石的年龄比自己和达修还年轻 但美兰希望金石能尊重自己 无奈之下金石只好起身收拾 做坏了大小子的老公忙上前帮忙 让美兰气不打一处来 而没点眼力尽的阿尔席 为了讨好公公主动来献殷勤 帮忙收拾起来 好不容易灭了对方一点气势 一个个的进天乱 他数落老公这一辈子没帮自己拿过一次饭桌 现在那么快就帮起金石来了 而达修认为自己作为长子 让父亲高兴比什么都强 一天打两份工的达修主动给父亲和新妈妈零花钱 让俩人放心约会 金石不由感叹老头这是养了个好大儿 他为老头关于房子和户口的是什么时候和大家说 老头认为现在这样的情况还不是时候 这个家谁把自己伺候好 那房子自然而然就会给伺候自己好的人 听完这些 金石就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 对待老头也更加的温柔 既然房子暂时无望 金石变半可怜 诉苦自己儿子要搬家 没钱租房子只能住地下室而伤心难过 看来自己也必须出去打工挣钱才行 老头心疼不已 承诺会让儿子背着儿媳准备钱 让他别担心 却正好被美兰听到 美兰大发脾气 公共明知达修没能力 却还把他当提款机 难道是要逼着他四处去借钱 他指望公共这个一等一的长子能不能得到这套房子 一旁的金石听了很激动 表示房子的事不是老头一个人决定的 要家人一起商量才是 见美兰和公共他们在争执 达修反而怪美兰小题大做 这部机让美兰的心羊毛半解 老头为了照顾下儿媳的感受 和金石商量着就不举办婚礼 一家人在一起正式吃个改口饭就好 金石发现在关键时刻 达修还会帮着自己说话 对达修很是喜欢 有了老头和达修的撑腰 房间对得乱七八糟 金石也懒得整理 把美兰气得不行 为了让父亲舒心 达修把大家叫出来 却说接受金石作为他们后妈的事 事已至此美兰为了家庭和谐 也不再闹腾 只要金石不腰求上户口 能和公公好好过 那到时就把一半的房子给他 晚上的家庭会议 老头表示金石作为家人住进来 肯定要上户口 但达修他们不同意 这时正好儿子儿媳带着亲家母贤叔过来 贤叔见到金石很是吃惊 雅人以前就相识 只是金石见到贤叔还有点不好意思 这次金石的话风突变 主动表示自己不在乎户口的事 只想伺候好老头 在这个家相互依靠过下去 美兰觉得奇怪 担心金石会是诈骗犯 向贤叔打探她的为人 要不然她怎么会在这个家什么都不求 贤叔并没多说 安慰她只要不给金石上户口就没有问题 金石看美兰太忙了 决定以后她来负责家务活 订菜单买菜之类的就不用美兰操心 可美兰总感觉金石这样做事别有目的而拒绝 不安的金石与贤叔见面 拜托贤叔关于以前的事不要跟家人说 贤叔只约定一点 就是金石不能贪钱 也别太累着美兰让家里不太平 看到美兰为晚上的改口饭准备菜单 金石不满意直接让她改菜谱 美宁其余吃太油腻对老头身体不好 美兰拒绝 这些年她早已把公公的习性摸透 如此清淡的饭菜入不了公公的口 金石主动示弱 自己想和美兰好好相处 一家人能拼拼静静生活 金石老头对菜品有抱怨 自己也会在一旁打圆场 却说她不要挑菜 于是美兰就按金石的要求 准备了她喜欢的素菜 果不其然公公对今天的饭菜不满意 生气美兰这是在无视自己 而金石还添用加速美兰偷工减料 却是没有按自己写的单子来准备 不料老头背着自己 偷偷去约会曾经的初恋 而毫不知情的玉芬 还期待能和老头重新开始 却怎么都没想到老头已经再婚 这让她有种见已婚难被发现的羞愧感 急忙离开 怒气冲冲地金石回家 跟孩子们抱怨刚刚发生的事 指责大家就是因为不给自己上户口 才会被这样无视对待 大骂老头就是破坏婚姻的风流鬼 美兰解释玉芬和公共指示旧情 可金石不听闹着要打包行李离开 老头赶紧拦住 之所以会骗她 就是担心她会误会 而金石趁机提出需要老头用行动来表现 要不就给自己上户口 要不就公正房子 见老头不表态 金石生气划清界限 玉芬对于老头在婚姻是很是失落 之前一直依靠的人怕是再也不能见面了 考虑在三玉芬还是登门拜访 金石其实很害怕对方是来找茬的 玉芬很是有歧视 说话也得体大方 让金石别把上次的事放心上 不久金石就开始给老头吹枕边风 想要美兰将家里的经济权交给自己 孩子们觉得这是不是父亲艺人能决定的 金石却认为老头是长辈可以这样做 并问一向站在自己这边的二儿媳的意见 二儿媳很赞同 让美兰很是不高兴 而贤叔正好前来 听说金石问美兰要经济权 激动表示坚决不行 但美兰已经不想再管 这一大堆让人头疼的破事了 他将存折给了金石 可老头却要求金石的会费和他儿子的房租费 都要从生活费里扣 美兰不同意 把生活费抛开 哪里还有余钱用于其他 可老头表示自己会跟达秀说 果不其然老头一一开口要钱 达秀就保证自己会准备 还将今天辛苦打工的钱交到了美兰手中 美兰知道达秀肯定是去赚辛苦钱 希望达秀对于金石会费的事 能面对现实不要逞强 自从嫁进这个家 美兰就没有一天轻松过 她可被美人关心自己 在乎自己的感受 这样的日子太累了 美兰收拾行李连夜离开了家 儿媳离家出走 公公却半夜出门在大街上寻找 等到第二天起来 老头已经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 又自顾自地蹲在墙角等儿媳 邻居大神打招呼 发现老头怎么连自己都不认识 觉得奇怪急忙联系了美兰 听到公共不好的消息 美兰放不下心急冲冲赶了回来 老头闹脾气 非要在房间里吃饭 还吵美兰大喊老婆 一旁的金石察觉老头的异样 还是担心 此时的老头连孙子都认不出来 看来老头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初期症状 这让一家人陷入悲伤之中 几天前 金石就觉得奇怪 老头有时会像孩子一样做单纯的事 重复说过的话 当时还以为老头是在开玩笑 美兰则怪金石没有早点说 同时也为没有好好照顾好公共很自责 他在网上查看该如何照顾老年痴呆的患者 金石却建议美兰请专门的人照顾老头 玉芬得知了老头的病情专程来看望 老头能认出奶奶就是故乡的玉芬妹妹 还夸在一旁的孩子和智西长的一模一样 却认不出接孩子回家的金石 并要美兰把金石赶出去 这让金石很是难堪 玉芬带着老头一起回了故乡 路上老头表示自己不会忘记玉芬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老头交代金石 如果自己得了老年痴呆一定要带他走 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美兰无意间听见公共的话很是难受 而老头动不动就会对金石发脾气 金石很难过后回来到这个家 老头对自己的排斥 已经让他没有自信待下去了 大夜金石收拾行李想要偷偷离开家 被美兰发现 可美兰并没有责怪 反而给了金石一笔钱 让他照顾好自己 金石离开后 老头又闹着要找金石 美兰很无奈不知该如何解释 在和美兰商量过后 玉芬将老头接了过来 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看着老头吃得开心 玉芬很是满足 决定剩下的人生和老头一起过 老头趁清醒在孩子们面前 一个个的做交代 还有关于照顾他的费用 希望三个孩子平摊 不能总让大儿媳拿钱 以后症状严重了就算是累人 也不能只让美兰一个人照顾 而照顾了公共几十年的美兰 看着公共如今生病的样子 还是难受 同样难受的玉芬 为了帮老头找回记忆 经常陪伴在老头身边聊着过往 说着说着老头就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老头 玉芬后悔 当初就算是父亲反对 也不该离开她 醒来的老头抱着哭泣的玉芬安慰 那些年轻时的回忆是多么的幸福美好 如今俩人都未错过了对方这么多年而遗憾 老头拜托玉芬 在她大小便失禁之前 把她送去疗养院 大儿媳这些年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 老头心里何尝不清楚 她不想让美兰更加的辛苦 老头的拜托让玉芬心痛 她宁愿生病的是自己 这天老头情绪激动说有人来接她 拿着扫帚拼命赶 整个人就突然晕倒在地 大家赶紧将老头送去医院 好在只是因为血压低而出现的晕厥 好好敬养并无大碍 等老头醒来 智希决定将她接过去照顾 不想看着奶奶伤心难过 也让俩人互相有个依靠 老头出院不想回家 只想去玉芬家 她还有个心愿就是和玉芬结婚 美兰问玉芬的意思 玉芬当然是同意的 当初见老头跟机时在一起时 她是想抢过来的 就这样俩人举行了婚礼 相约一起走完剩下的人生 小儿子都不经调侃 老头是孟婚的孟婚的孟婚 最后是孟婚的孟婚 老头是孟婚的孟婚 当然是孟婚的孟婚 是孟婚的孟婚